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手打球还是比较有男子化的特色 这个球非常漂亮 回到了一个正守卫 而且球速还不慢 大家看 这个就是你要注意衔接 不要想着一板能过 对于顶尖高手来讲的 他们的防守能力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4比2 王毅迪在本次单打比赛是表现不俗 最终是获得了同牌 半决赛是输给了孙颖沙 但是同牌赛是战胜了陈梦 从目前整个中国女队的情况 就是说除了六大主力 两位老将丁玲 刘世文 两个中生代 陈梦 朱玉玲 还有本次获得单打的 冠亚军的孙颖沙和王满玉之后 那么像王毅迪 陈姓彤 顾玉婷 何卓嘉等等 就这几名选手应该是 还有孙明阳属于第二集团 那么这几名选手之间也是竞争很激烈 水平比较接近 反手的对打 王毅迪毕竟现在是一位实力派的选手 在去年的香港公开赛 可以说是他发挥最出色的一次 在主力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 他决赛4比0横扫一趟美城 哇 精彩 双方现在反手对打拼百速 那么这一板王毅迪抓住机会 一个中路球转正手 比分拉开了8比3 这是主动变现 便正是为大脚出界 反刺器还是勾手发球 他的勾手发球呢 动作还是比较隐蔽的 测上悬测下悬的是相结合 又是反手的对打 不过大家可以看就是这种专业运动员 尤其是打到很高水平的乒乓球专业运动员 很少吃发球 就是他们通过平时的训练啊 对这个发球的判断啊 包括这种瞬间的反应 都是相当到位的 穆尔其是对打开了 朗文学专业运动员 王毅迪拿的局点 10比5 剔长出界 11比6 王毅迪赢下第一局 从这场 双方的对抗来讲 很显然王毅迪的实力 是在范思琪之上 就是他的实力更厚实 就在各个技术环节上 范思琪都稍稍吃亏 打四项冠军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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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又是抢冲一板出界 蚂蚁迪她的风格还是非常的凶悍 在女选手当中 她属于力量比较大 另外 现在大球时代 她的球的风格 就撞击的成分更多一些 旋转不是那么强 确实 大球时代之后 现在更加强调的是 速度和力量 旋转的减弱了一些 一个弹望 这也没办法 这种意外球也是 乒乓球的一部分 这个能救回来就不容易了 再形成相持 但是正手呢 这一板没有跟上 第二局范思奇的开局不错 就这局当中 有几个这样的运气球 现在对王毅迪来讲 中局过后 追赶的任务很艰巨 大家看就是王毅迪这个球风啊 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简单明了 过渡版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球风的比较爆 有的时候他的单板质量也是出色的 有机会 有机会一定是杀板 一定是进攻 来了一个批砍式发球 好的 还是压住了王毅迪的反手 漂亮 这两个我们看范斯奇的发抢战术 很到位 用批砍式发球来掀开路 为后面的相持赢得主动 这个球王毅迪想法也是比较明确 直接一个反手长球 一上来就打相持 王毅迪相对来讲 他正反手还是比较平均的 他反手能力很突出 反手像这个可以拧 可以拉 包括打撕 各项技术都可以 这局王毅迪自身的失误控制不太理想 继续来批砍发球 好的 这个就是说范斯奇用他的速度 一直顶住了王毅迪 让王毅迪没有办法侧身 范斯奇的局点 11比5 范斯奇 欢迎颜色 双方前两局难分高下 1比1平 范斯奇就是说今天一定要通过 不断的变化来跟王毅迪周旋 因为相对来讲 我们说过王毅迪还是属于实力派的打法 细腻的程度呢 还并不是太突出 另外呢 王毅迪 他的球风 他打上选球的这个空间感是特别好 但是下选球呢 稍微弱一点 另外呢 王毅迪的这个 还有一个不太足的地方 就是他的正反手的衔接 并不是特别的流畅 所以范斯奇如果能抓住这几个王毅迪目前呢 还稍显不足的地方 那么这场球呢 应该说还是有得拼 又是一个正手下王 因为这两名选手 对决呢 可以说范斯奇 是处在一个挑战者的角色 没有什么压力 第三局一上来 是范斯奇3比0 现在看看 遇到了对手强有力的阻击 王毅迪 他的自我调节的办法 好的 范斯奇 你越战越勇 这个时候啊 就是王毅迪呢 他需要 很好的在比赛当中呢 在保持专注 让自己呢 更兴奋一点 因为我们说过 在女子三团当中 王毅迪应该是真正的领军人物 那么你作为 一个团体当中的核心 转正手 好的 作为核心球员 那么遇到困难 你应该做到临危不惧 而且呢 有非常充足的办法 去解决它 去走出困境 这个也牵扯到比赛的气质 现在范斯奇这个皮卡人发球啊 是尝到甜头 这是一个发抢战术 走发球之后呢 紧跟着反手一个快丝 失误的控制啊 依然是不尽人意 这一招继续管用 既然对方无法解决这个难题 那我就如法炮制 这个球有点运气 其实这个皮卡人发球 对王毅迪已经造成了心理的影响 大家看就是 这板回球呢 王毅迪已经加了保险 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一分是拼来的 王毅迪 大家看这一板 这一板一个本能的反应 回到正手位 又是一个擦边 5比7 王毅迪连续追分 还是用劈砍式发球 看这个 哎不错 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个爆弹 王毅迪他这个 反鼠虽然是反交 但他这个弹击是很有特点的 他是弹中带斯 转正手 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打 还是王毅迪稳住了 应该说这一局 本来王毅迪的局面非常被动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作为一个高手 当你遇到困难 你是否有摆脱困境的办法 是否有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 8比7反超了 本来范思琪这一局 开局是非常出色 但现在气势被压了下去 不过目前还是一个军事 范思琪也不要灰心丧气 花瓶 好的 漂亮 这还是变到范思琪的正手大脚 因为皮卡尔发球 已经发了很多个 之前那个也不奏效 所以这次范思琪 又是在比赛当中 不停地通过发球的变化 来希望掌握主动权 9平 依然是难解难分 谢谢大家 双方也是以快制快 这个还是王一帝有意识地在加大角度 每一版的加质量 王一帝反超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这局对范斯奇来讲确实是有些遗憾 11比9王一帝在第三局比赛当中逆转获胜 目前区分是2比1领先 所以在这个机体当中不进则退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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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球没有把握住 同样这边王一帝也是发球抢攻出界 哇 这个球王一帝 发球直接是偷偿进入相持 但是没想到范斯奇可能回出如此刁钻的线路 看一下 这已经打到白边上擦边了 好 放松 好 很好 好 好 范斯奇今天这个发球实际上变化比较多 像这勾手发球 发正手短 反手长 包括批砍式发球 6比3 8比3 现在发批砍式发球了 好的 一个发抢追到5比6 7比4 这个球我们看王毅迪的回球非常顶 造成了范斯奇打到了板边上了 5比5 大家看 这个相持过程当中 实际上王毅迪一直在加厉 精彩 9比6 毕竟范思琪是去年刚进入一队 22岁的小将 所以还是要勤学苦练 对他来讲 我们也看到了 比赛当中 强烈的求生欲望 包括打球呢 还是充满朝气 但乒乓球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要不断地扬长补短 就自己不足的地方要加强 好的 9 7 现在是王毅迪的发球 区分2比1 你看就是说拼对打的话 范思琪目前从单板的质量是不如王毅迪 除非说要通过线路变化 调动王毅迪 或者是你的摆速速度要更快一些 但是这方面呢也站不到上风 现在王毅迪10比7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结束战斗 11比7 这样的话王毅迪呢 是以3比1战胜了范思琪 做法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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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五